走在赛奇金公园散步路上遇到的一匹木马 就是五号作品《永远的生命》 利用在冀州中山间找到的枯死木和火山石制作马的形象 通过在形象物上栽种野花表达了自然的美丽和神秘 在此处静静地闭上眼睛会听到天地渊瀑布清脆的流水声 如果您享受完了片刻的冥想 下一步就是离开赛奇金公园前往七十里施公园 七十里施公园旁坐落着由我国最早的势力美术馆 祭堂美术馆 这里收藏着国内外作家们的绘画、雕刻、工艺、板画、书法等650多件各类作品 望大家在此停留片刻 观赏一下西规谱造就的世界性画家 把冀州的美丽风光染成土黄色的鞭石制画家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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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